走 过队伍了 好像是国君 有马队的声音 睡 大阳哥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来 古把筋 再走五六旅就大了 大阳哥 我是累过劲儿了 也饿过劲儿了 等一到疗场 就让他们给咱来喷红烧肉 大阳哥 那要是找不到他们呢 咱这不是白跑了吗 别说藏气话 你这熊样还抗日呢 快起 不许多动 不许多动 走 走 哪儿去 来 跟我走 进去 上去 快来 站过来 来 司律长 抓两间细 什么间细 你 你才是间细 王队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 我们是 新四军麒麟山抗日游击支队 坏了 走错地儿了 老师姐 我是兰桥部锐泰米庄的伙计姜大牙 她是面将周大财的儿子 朱一遭 你是姜大牙 我说怎么面熟呢 姜大牙 你还记得我吗 认识吗 也有点面熟 面熟 前年在你们家乡 我被追捕 挂了财 遇到你 你把我藏起来 救了我一条命吗 老杨啊 老伙计 去利落了 利落了 来 那就好 一家人不说外话 乃叫吃的 一天一夜水米没打牙了 小哥 切点茶 让崔子把人弄在吃的 是 给他送 好 唉 两年前的事 要不是你提起来 早忘了 江先生通情革命 有正义感 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小事一桩 张什么 你怎么也来了 好好休息 一点小声 不碍事的 再说就快好了 这二位新来的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支队的 政治部主任 张普景 好 这两位是我的老相识了 这江先生还救过我的命 你 江先生很抱歉 我们这儿 只能招待你们吃这个面鱼 吃吧 二位这是去哪儿啊 南向部让东方鬼子站 我们跟着跑返 跑返应该往河东跑啊 你们赶往辽城 是不是想投奔高汉英的国君呢 辽城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 昨天晚上我们配合高团长 打了一阵子没有打下来 高团长带着部队 已经撤退到南边长江边上去了 你们没有遇上吗 没 没遇上 高汉英过去和我们是闹过一些摩擦 可是日本鬼子打过来了 我们之间呢 就已经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成为了兄弟 联合起来 打击侵略者 我看你们两位也是无家可归了吧 江先生也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壮士 我看就干脆留在我们新四群吧 我们是欢迎的 你们有多少人吗 江先生是看不起我们的 实话跟你说吧 眼下我们的人确实不多 但是全中国的同胞 都是我们的人 江先生不妨算一下有多少人 四万万 五千万 你们有军响和枪吗 我们游击队的军响和枪支 是日本人发的 日本人发的 日本人发的 缴货的 至于发多少 那就得看仗 打得怎么样 自然参加新四群是发不了财的 可我们做的事 要比发财要紧得多 老杨 我们上个盟房 我们上个盟房 什么怎么办 吃饱了 磨磨嘴 抬腿走人 往哪儿去啊 我看老杨那个人不错 是啊 可新四群穷了八级的 什么时候能混出头来啊 还得走 待会儿看我的眼色 客客气气跟人分手 行 我听你的 那狗日子面有点真好吃 没吃饱 我还能吃一碗 二位商量得怎么样 能留下吗 老杨 本来无论如何 应该买你的面子 可是我这位兄弟 他的二舅在国军里 讲定的事情 不好反悔了 什么 杨司令 您这儿有客人哪 好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一位是我们政治部宣传部长 东方文英 你们好 这两位是我的客人 这位叫朱一刀 你好 这是篮球部的江大牙江先生 江先生 我替杨司令说起过你 你就是救过他一命的好汉 对吗 杨司令 杨司令 你的客人不理人 这 什么司令 谁是司令 碧人叫杨廷辉 碧人 老杨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廷辉 杨司令啊 蓝球部说书的都知道你 说你是三头六臂 火眼金睛 刀枪不入 飞檐走壁 说你坐坐脚 整个麒麟山都要晃下 对 那都是人们编出来吓唬敌人的 什么飞檐走壁 刀枪不入 要个顶个儿 我不是你的对手 像你这样 有这样的武功 要参加我们新四军 那是科业大有作为 大先身手 江先生要加入我们新四军 对 太好了 欢迎你们 来 娘的 这新四军 我们当定了 大雅客 不过 我们先试试看 如果合适 我们就当到底 如果不合适 那再说 大雅客 不过 既然是留下的 我们就不客气了 再来盆面鱼